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木木B 今集我們就要來介紹Craftsman MTR的第42集 是不是42好像是 是不是第41 好像41集就要介紹沙田站 其實現在差不多建了整個港鐵系統的一半 對 這麼快來了一半 我們今集就要介紹沙田站 我們現在是于大維站的出口 我們馬上入閘 來了每天的廁所的時間 上月台的樓梯在旁邊 好 我們馬上去 頭等車廂 對了 對了 現在暫時正在建太和站 我們現在就去沙田站 Craftsman CFR 我昨天開始建和斜站 再給我幾天 OK 那就到了沙田站 沙田站的主色就是這個不知道什麼色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我看找不找得回的block Purple 這個是Purple 他告訴我這個叫Purple 應該怎麼說呢 紫 心紫粉色 心紫又配一點點粉紅色 對 就以這個為主色 我們看看月台 這個站有四個月台 我們看了掉頭路軌 不是掉頭路軌 這個路軌 今次是這樣設計的 這個站 對 OK 然後就看看 1號月台 是不常用旺羅湖諾馬州的月台 那這裡就是頭等車廂 那這個月台闊度呢 就是7格 這邊是2號月台 都是去羅湖諾馬州常用月台 頭等部分 然後那個車尾 旺羅湖諾馬州車尾 就是這樣上來 那我們去第二邊月台 看看 這邊就是3、4號月台 這裡是4號月台 頭等車廂 不常用月台 黃金鐘 這個就是黃金鐘的 也是3號月台 也是不常用的月台 現實中 我記得好像是 往羅湖諾馬 往羅湖諾馬州那邊 是好像這樣有一個欄杆 然後旁邊有幾個車廂 不是 有那些 泊車位 是說工程車 不過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出口那邊 我覺得太噁心 所以我沒有這樣做 而你會看到這邊旁邊 有玻璃 然後 往金鐘四號月台 這邊 就用了這個欄杆 沒錯 那我們就上這個大堂 看看 對 其實兩邊的廁所 都是在 這個 黃金鐘月台的樓梯那邊 這個多出來的空間 那我們先看看那邊 很遠的通路 看看 其實這個站 算是西站 這個位置比較特別 對 就是這個站的特別之處 等一下再介紹 對 我們先介紹一下 一個藍廁 OK 這裡有一個尿道 很小而已 然後有一個廁所 暫時 東西線 大部分的廁所 都是 有廁所 不算金鐘 不算金鐘 九龍堂 對了 那也是 三格闊的 廁所 先回去 這邊就是 鋁廁 那 就有三個 這邊比較大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它正中間那邊 就不是貼月台隔離 即是樓梯隔離 看其他站 你就不明白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些站也差不多 對 看看月台分佈 然後這邊有三個洗手盆 也是很不平均的比例 有兩個 次隔 不過有三個 這個叫做洗手盆 看看 這個空間也不大 說真的 我們看了 跟二雲一樣 我們先看了這個 客戶的東西 就這樣 有兩個窗口 我們看看 集機的部分 這邊就是 這個站 只有這個 集機 由螢光石 即是變了兩格 這邊是 即是出入也可以的 一個複集機 這邊就是一邊出的 單集機 然後這樣這邊下去 我們等一下再看看 如果是在輪椅 我輪椅專用 那 人們這樣上來 想查詢一下東西 都要在這邊 我看一下 是按到的 就是這樣 這個站設計特別一點 不過其他站就不是這樣 每個站有不同的特色 就是沙田站 Shatin Station Israel 為甚麼我剛才說 這裡要封了 就是因為 看不到甚麼 正常的 你會看到樓梯 但我封了那一格 今集很快地介紹完 我們Crossman MTR 第41集 我們下集就要介紹 Crossman MTR 42集 就要介紹火炭站 而馬場站就要介紹完 這個火炭站 也會介紹 出來 這個吊頭 不是吊頭 不是吊頭 那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 請記得訂閱 下集就要介紹 下一集就會介紹 介紹火炭站 之外也會介紹一個 極小的河東華的車廠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